台湾疫情看见曙光了吗 8月25号新增本土零例 境外死亡各一例 本土疫情爆发后 相隔108天 出现好久不见的佳林 决中心还发送甜甜圈 庆祝久违的佳林 并没有办法代表说 已经清零 这还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可以就是说 现在的本土的疫情 相对的相当的稳定 看看连日本土疫情新增 都不超过10例 如今佳林回来了 是否代表9月7号后会降级 KTV八大行业渴望松绑 9月7号会不会放松 那这两个礼拜 是我们的观察期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一早脸书贴出一颗蛋的图案 引人联想是否暗指零确诊 台南市长黄伟哲 也抢先公布全国家零 他们会知道 我也觉得有一点奇怪 那不过没关系 我们会查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 在承办的对于保密 有没有做完整 即便本土疫情趋缓 境外风险却日益俱增 台大工卫专家发现 最近7周以来 192例境外移入中 有139例无症状 且染上变异株的53人当中 近9成都是Delta病毒 在Delta病毒 它的流行病学调查部分 我们一直不能够 很明确的去说明 到底有施打疫苗 跟没有施打疫苗 它的死亡率差异 以及它的一个重症差异 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严守边境 成了台湾防疫当务之急 借成这样想去A3G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疫苗